仔细看 男孩右手长出了一个怪物 不仅刀工失分了的 厨艺也令人叹为观止 更是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 什么学习啊 格斗啊 只能说是过目不忘 还能拥有海贼王路飞的技能 不过先别着急羡慕 这个怪物原本的出现 是为了夺射男生的脑袋 不料过程中发生了点意外 寄生在了他的右手上 造成了两人共生的局面 他们并没有因此心生隔阂 反而是配合得十分出色 一次意外 男生的妈妈被怪物寄生 男生只能含泪为母亲报仇 从那以后 他就开始走上了怪物猎人的道路 因为寄生体相互之间 能够通过脑波感应彼此 所以在小佑的帮助下 小帅也是成功地猎杀了许多寄生体 不过这也引起了两方人马的注意 一方是警察 他们之前在现场找到过小帅的指纹 而这些寄生体死亡案例 又是以小帅家为原型散状分布 加上他的妈妈也被寄生了 小帅的动机已经十分明显了 另一方则是寄生体组织 他们效力于小帅的老师梁子 因为小帅和小佑这种共生的关系十分罕见 所以小帅被他们当作了实验对象 而私底下的时候 梁子还偷偷找到一个三流记者 让他跟踪偷拍小帅的行踪 因为寄生体一旦靠近 便会彼此互相感应 只能找个正常的人类来做这件事 但是小帅也不是普通人 在被小佑寄生的这段期间 他的身体素质和感知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很快就发现了记者的踪迹 他跟着记者回了家 删除了之前偷拍自己的所有照片 随后小帅找到了梁子 两人更是一言不合就吵了起来 小帅怒斥梁子的冷漠 将任何人都当作实验品 梁子则是认为探寻共存 才是他的唯一使命 而他们的谈话被小帅录音 全被记者听得一清二楚 此时他才明白过来 一直以来自己被骗了 为了调查真相 记者之身闯入寄生体组织基地 以采访为目的安装了窃听器 但是这点小伎俩怎么会瞒得过他们呢 本来寄生者组织这边 有人就因为梁子的放养态度 已经感到十分不满 如今记者上门更是一种挑衅行为 他们决定兵分两路 消灭小帅和记者 可记者这边恰好不在家 等到他回去的时候 发现楼下围满了警察 此时他心生不妙 赶紧跑回家去 却只看见了女儿的尸体 小帅这边则是提前感应到对方 将人引到了一处树林里 不料来人实力之强 竟有五个寄生兽共用一个身体 随着双方的战斗 小优发现作为领导者 控制大脑的寄生兽 不能很好地指挥其他寄生兽 所以他们的动作十分迟钝 小优更是一招便将他斩首 就在他准备破坏他的心脏时 不远处却突然出现了一群人类 为了不暴露位置 小帅只好先行撤退 而地上的尸体却在此时发生一变 右手的寄生兽钻进脖子里 形成了新的脑袋 原本的脑袋则是变成了右手 原来这才是五位一体兽的最强形态 因为他们的指挥官 就是眼前的这颗脑袋 这个女人一回头 脸上的模样吓坏了三个跟踪者 他们本是女人的不祥 因不满他的统治 想要以多欺少谋权篡位 所以才尾随进了停车场 不料在他们的身后 悄无声息地出现三个肉团子 直接穿透了他们的身体 随后跳到女人的脸上 只是瞬间 她的脸变完好如初了 女人名为梁子 是寄生体的头头 为了探究寄生体的潜力 她不惜生肖立行 怀胎九月生下一个婴儿 为的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体验人类的情绪 好不容易从婴儿身上 梁子收获了前所未有的笑容 是发自肺腑真心的 不料等她再次回来时 婴儿却消失了 留下的只有一张纸条 原来是之前的记者怀恨在心 她觉得是梁子把她卷入这场风波 所以才间接导致自己的女儿受害 梁子无奈之下 只好求助小帅 二人一同来到动物园 找到了抱着孩子的记者 她威胁梁子要将婴儿丢下去 而唯一的办法 就是梁子使用能力救下孩子 可如此以来她也会暴露自己 记者举起孩子想要丢下去 千钧一发之际 梁子瞬间穿透记者的身体 随后将手中的婴儿缓缓救下 身为人类的记者利用孩子达成目的 反而是寄生体的梁子 却不惜暴露自身也要救下婴儿 听起来是多么的讽刺 眼下 政府对于寄生体的清洗行动正式开始了 他们来到寄生体基地 让他们排队出门 透过X光 一眼便能分清楚谁才是寄生体 很快 外面的枪声引起了里面的骚乱 而在警方的队伍里 有这么一个犯人存在 他能够一眼辨别寄生体 在他的帮助下 寄生体很快就被消灭得差不多了 只剩一个议员留在了会议厅 他高声斥责着人类才是地球的寄生兽 如果不爱护环境 毁灭的迟早是人类自己 说完便被乱枪打死了 可等到了他们上前查看 才发现眼前的人并不是寄生体 而是人类 只是因为理念相同 所以使他们成为一伙人 为首的警察却不在意 因为在他眼里看来 这次行动就是消灭所有反抗的人 无论是不是寄生体 而在这时 他们身后却出现了一个男人 此人就是五兽一体的寄生体 他能够轻易抵挡住枪支的袭击 而当没有了唯一的威胁之后 这里也即将成了男人 单方面屠杀的修罗地狱 男人右手生有一行 不仅会切菜煮饭 车技更是一流 驾校的教练看了斗得夸声好 不过他们此时并不是在炫耀车技 反而是在逃命 就在几分钟以前 一个五兽一体的寄生体 屠杀了一整个特种部队 他将目光放在了小帅身上 小帅深知自己不可能是他的对手 自己仅仅只有右手上 有个叫小悠的寄生兽 而那个家伙四肢都是寄生兽 控制大脑的寄生兽更是十分了的 就凭他们俩万万不是男人的对手 所以他们驱车逃离 而男人很快也驾驶着摩托追了上来 在扭打的过程中 他们的车冲出了公路 小帅借助小悠的技能逃了出去 男人结结实实挨了一下爆炸 却也很快恢复如初 小帅明白自己是根本打不过他的 于是和小悠商量着计划 他们将人引进了树林 由小悠正面进攻 小帅在身后偷袭 可是男人对他们的举动了如指掌 一下子就破解了二人的夹击 危机情况下 小悠选择让小帅逃跑 自己留下来拖住男人 没办法 这种情况下注定要有一人牺牲 小帅只好强忍悲痛 独自离开了战场 他逃到一个仓库里 班长也在这时找了过来 之前他与小帅的隔阂 在这个瞬间也全都散尽了 等到了天亮的时候 二人正准备离开 小帅却突然意识到不对劲 之前小悠救助自己的时候 在体内留下了他的细胞 而寄生体能够凭借脑部互相追踪 他赶忙来到外面一看 果然男人寻着微弱的信息 已经追到了这里来 为了不让班长受到威胁 他独自现身引开了男人 小帅跑进了一个废料燃烧场 男人此时双脚变得恐无有力 一下子就跳了进去 就在二人搏斗的过程中 小帅瞅准时机 将一根废弃的钢筋戳进了男人肚子 可是这点伤害 对男人来说根本不算什么 就在他发动最后一击时 此时却突生一扁 男人的攻击并没有造成伤害 原来是小悠偷偷附身在男人身上 趁机切断了他的几处神经 加上刚刚钢筋上沾染着核废料 所以导致男人的几处寄生兽 开始分崩离析 小帅将男人的遗骸扔入了火堆之中 彻底灭绝了他再生的可能 故事的最后 由于小悠也受到核辐射的影响 陷入了长时间的沉睡 而至于有生之年能否再次苏醒 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电影《寄生兽》完结篇 至此也就更新完毕了 两部寄生兽的电影 将漫画故事的精华呈现给了大众 喜欢的宝子们可以去追一下动漫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点赞关注 我是汪哥 我们下期再见